教我们修学 教我们练一步经要练五年 这个就是在教我们培养这个耐心 没有耐心是做不到的 每天练一步经想一步经 把我们的妄想咱练慢慢的除掉 所以练经并不是求解 这是在修订 着重在修订 这个定定上三年五载 心渐渐清净了 心清净了当然烦恼就轻了 烦恼轻了智慧就能够增长了 那这样子才能够学法门 老和尚在讲经台上也常常告诉我们 学法门要与我们自己的上根相应 也就是说与过去生中的树根 有关联 如果过去生中 善根深厚 那么修学起来 就容易简单 如果过去生中 没有生培这个善根 那么学习起来 就有困难了 但是不管如何 都是要从修订来下属 也就是先把这心病下来 所以没有耐心 决定是不能得定的 因此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忍怒就是禅定的基础 在我们境中 禅定就是一心不赖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忍怒是得一心的基础 所以凡事不能忍耐 那我们怎么能得益心呢 不能得益心 修禁忠就没有成就 所以一定要修正路 正路以后 才能够精进 静就是讲进步 静就是精唇 不能夹长 我们看到很多的同修 每天是很努力 很勤奋 早上都很早起来 读经 练佛 拜佛 但是仔细一看 他学的东西很多 很杂 所以他不是精进 他是乱进砸进 那这样辛苦这么多年 一点都没有说过 一点都没有成就 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这个原因就是出在 他不晓得要专精 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 佛法里面 他的法门是很多的 法门很多 但是我们只能学一样 经典也不少 但是我们还是只能学一步 那要怎样学呢 佛有教给我们 就是独送 独送就是精进 不要求解 为什么不要求解呢 因为啊 我们的见识烦恼没有断啊 所以解出来的 并不是如来的真实意 即使我们得到清净心了 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啊 那我们解的就跟佛一样啊 所以学习啊 福在讲解 一定要修心地的清净 心愿果然像佛 佛说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自心流露的 那么自心流露啊 哪有不懂得道理啊 佛跟我们讲啊 佛佛道童啊 所以啊 可见啊 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心愿行为 像不像佛 这才是修行啊 所以啊 不论是世出世间法 它是没有两样的 学习的方法就是要精 要注意这个精啊 精就是劲 杂乱不是劲啊 当然 退步也不是劲啊 因此啊 劲步上面 一定要加精准 这才是真正的劲步啊 那么精进以后啊 才能够得到禅定啊 禅定就是心就是定了啊 正是啊 我们平常所讲的 理得心安啊 心定了以后 自然就自然的就开智慧啊 所以啊 所以啊 不管是在顺境 不管在逆境啊 我们的心里都要精进啊 定啊 就是绝对啊 不会被外面的境界所动摇了 不会再被外面的境界所转了 不为外面的境界所动 这样就有智慧了 这是出世间法的 这是出世间法的讲法 那么我们讲世间法的讲法 就是说理智 不再感情用事啊 处事 处事 待人接物 是理性的 不是感情的啊 是亲近的啊 不是染污的啊 这个就是智慧 这是六大的纲领 这是佛公文讲的 那么我们再看波罗蜜 这三个字 波罗蜜它是范语 翻成中午的意思 就是圆满 也就是上面讲的 六条纲领 领每一条都做到圆满 这个叫做波罗蜜 如果啊 做得不圆满啊 那就不是波罗蜜了 佛为我们举出 这个六大的纲领 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依这个六个原则 处事 待人接物来过日子 这个就是菩萨行 前面我们讲过的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菩萨心啊 就是菩萨愿啊 那么这个六条就是菩萨行 这个菩萨行啊 佛跟我们讲啊 一定要坚固不退才行 所以啊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 修行的因殊胜啊 当然得到的果报啊 就殊胜啊 这一院是因啊 那么后面一院是果啊 修因正果啊 果报啊 就是往生不退成果啊 可见啊 念佛法门 并不是叫我们 把日常的生活 一切的誓言都捨起来 不是的啊 而是啊 教我们在一切的禁言当中 要去活用这个六条的肝灵 以这个广大的心 清静心去做啊 就是啊 修禁言 就是修菩萨的菩萨 但是这菩萨的法门啊 在实际的行使当中 菩提心修诸功德 六度万恩啊 佛告诉我们啊 这些的功德都在这句名号当中啊 所以这句的名号啊 是提醒我们 我在经典上所讲的一切的教训啊 只要练这句佛号啊 就完全相应了 这个啊 真正的是一种功德啊 那么这十九院文明发行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就要学习 第二十院呢 请菩萨大德看下面的经文 第五页 最后第二行 第三句 来看起 赋予善根微笑 愿生我活 一心念我 这页 那是第二十愿临终结语言 看到这一愿 我们才知道 弥陀真是慈悲到了极处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心就安乐 一点点的疑惑忧虑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虚空这么大 西方世界到底在哪里呢 这件事情不必我们操心 到时候阿弥陀佛一定会来带我们去 所以看了这一段的愿文 我们不要再去胡思乱想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心念佛 因为到灵运众时候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的 这一段经文明白的教我们 八菩提心十念一生命 菩提心最要紧的就是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 这是欧益大师所说的无上的菩提心 所以没有比这个更上更殊的了 只要生到西方极的世界啊 样样样圆满 在这愿里 我们看到佛教我们怎样求往生 前面是八菩提心念佛 这个就是具足性的愿 那么这愿的前一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